好,已经延宕三年的月梅聚会所新建案 经办理用地变更以及土地拨用程序 后续即可申请建造执照 现在不是已经在去年的4月核准石土保持计划了 那么后续也将依照计划纳入花冬基金滚动检讨来办理 月梅部落聚会所预定地使用分区为山坡地保育区 使用地类别为农牧用地无法直接兴建 县政府在110年4月核准水土保持计划 并由公所以及县府办理用地变更以及土地拨用程序 后续即可申请建造执照 与取得建造后将一计划纳入花冬基金滚动检讨办理 这个机会所的执行情况是 现在已经要到国产署那里 要请他们土地拨用到这个相公所 才可以进行做后面的动作 单单这个变更设计已经设计三次 它的作业流程就延宕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规划是都已经规划好了 就等土地拨用国产署土地拨用之后 然后把案件送到县府那边 原则上就大概就会来执行来盖这个机会所 村长周光明表示 岳梅聚会所土地已经在办理相关的程序 县政府积极解决土地变更以及拨用的程序 而未来聚会所除了是部落族人使用 平日也可以提供作为运动休闲场地 让部落文化能够在良好的空间进行传承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